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友们 今晚我们11点会去到码头 今晚见 好 三年前的苦衡是反高铁 这次用这个苦衡是想让广大市民知道 因为我们的路途是很遥远的 港狗都会去到 希望令市民更加关注这件事 老实说来到18天 可能社会的舆论已经少了 所以希望他继续换成市民 继续关注这件事 苦衡的毅力和不不咬的精神 代表我们会继续跟司方宣战 即是说我们会继续跟工人一起坚持到底 苦衡是不再正改和高铁时的苦衡 不会下跪 因为今次是说工人的劳动专业 或者在工作上一些很合理的代员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比较悲慨的模式去走 到今天讲罢工第18天 我和工友其实有一个互相支持 和一个很好的友谊 所以基本上当大会说 搞一个劳苦行为的时候 我都很希望可以参与 他将工友的状况带回社区和市民看 用我们身体的力量 我们的劳苦 又或者今次是一个龙 模仿基手的十多个小时 可能实际很多小时的工作 他希望展现给市民看 今次的议题是什么议题 我们要重夺劳动的尊严 非常感动 连学生都这么支持罢工 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有点好感动 啊 正常的行动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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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